美女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七位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你知道你的健康保護力過期了嗎 今天的好辣醫師團 就要來告訴你 如何檢測 是否過了醫療有效期呢 三位以人 又忽略哪些醫療效期呢 醫療也有保護期 不管是用藥也好 或是疫苗都有期限的 究竟醫療是有效期限 要怎麼看呢 不是打一次護永生 疫苗防護是有期限的 那流感的疫苗 之所以年年要打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流感它本身是一個 不太穩定的病毒 我說不太穩定是說 它自己的基因 每年都會變化 所以今年的病毒 跟去年的不一樣 去年跟前年不一樣 那危險的是這樣子 根據過去我們歷史上的記載 每隔30年到50年 它可能會發生一個 很大很大的不變 那就會造成全球性的大流感 那我們歷史上 其實最有名的就是 1918年一次世界大戰 完了之後那個 全世界流感總共死了 大概四千萬人 那之後幾次的大流感 包括上1970年 那最近是在 2000年幾天的時候 也有一次大流感 不過那後來死亡人數 大概都在百萬人以下 所以流感的危險性 在於它其實可能 併發其他的問題 第二個需要注意的 就是說 它的因為每一年都會變化 你就非得要每年去施打 那有些人就問他說 那為什麼政府不研發出一個 一個可以一勞永逸 打一針永久免疫的東西 那很抱歉就告訴你說 老天爺製造的這個病毒 它就沒這個特性 我們有一些病毒 像小孩子出生之後 都會按照那個流程來打疫苗 那個疫苗施打完了之後 很多都是終生病毒 或者是過了它最易感的 最容易感染的時期之後 它天然的免疫力 就可以抵抗那個病毒 所以小孩子是缺乏的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概念 就是說為什麼叫大家一定要去打 就是因為全民當中如果說 你打了我打了 我只要打到一定數量 病毒傳染的那個途徑 會受到阻礙 它就沒辦法大規模的傳染 可是不是說你在一家人 如果有四個人打 一個沒打 四個保護那一個人 為什麼病毒還會跳呢 這種概念 當然說如果家裡面有五個人 有四個打了一個沒打 那個大概還真的打到 某種程度保護力 我們現在群體 所謂的群體免疫 不是百分百了 其實我們當然是希望百分之百人 都有免疫力 但是就是從免疫學的研究 發現就說只要這個族群裡面 達到某一個數量的人數 具有免疫力 那個病毒的傳染的效率就變差了 那有一些比較嚴重的病毒 像我們現在小孩子施打的病毒 大概都要達到80%以上的人 有這個免疫力 他才不會傳染 像比如說百日咳 以前的小兒麻痹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強制 所以有些小孩子 你一定要在一個時程之內 一定要完成施打那個 你如果上小學之前 有一些疫苗還沒有打完 那個小學的校戶 他有責任要逼你 一定要去把他打 所以這個是一個 就全民免疫的角度來看 那就流感的角度來看 是因為過去 逐漸的發現說 流行性感冒 它其實是可以併發 很嚴重的 所謂的刺發性感染 變成肺炎 變成重症 而最後死亡 所以為了防止這個案例發生 我們就希望說你 大部分的人 都在流感季節到來之前 去打這個疫苗 當然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很多人說我打了疫苗 我為什麼還感冒 這兩個問題 就這個人感冒 如果很倒楣的是 他打完疫苗 就得了流行性感冒 真的我們這個家醫科 其實我們現在 就是最忙的季節 就是常常會有病人來施打 打完之後 常常就隔幾天 他就感冒來了 那有兩種情況 第一個是他得到的是 普通感冒 一般型感冒 那我們就需要跟他解釋說 你打流感疫苗 不會預防一般感冒 因為這兩種是不同的病毒 一般感冒事實上 因為大概三五天就過去了 一般也不會發生 什麼重症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會針對 一般感冒來設計疫苗 因為一般感冒的病毒 種類也太多 那流感 或者說任何一種疫苗施打之後 它有一段的時間 讓你的身體去反應 才能夠產生免疫力 如果剛好在這個空窗期 你就接觸了這個病毒 那個時候也還沒有抵抗力 因此也會感染 打完之後 差不多十幾天開始 才會有免疫的效果 大概要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左右 而且有人解釋 我不知道對不對 他說世界衛生組織是 因為針對今年研發 它會針對幾種細菌 去設計的這個 他說可能的 對 結果你去打完之後 結果你得的不是這幾種細菌 對不對 所以說 還要預測你們 這裡面其實是每年 大概二月份左右 世界衛生組織 會召集全球的流感專家 結果各國收集到 前一年發生情況的 那些流感的 最有可能的病毒株 他們預測 從過去那個基因飄變的 那個順序 可以預測 今年大概會飄變哪一些基因 就預測出最可能的三個型 所以大概都會 設計兩種A型 一種B型來做疫苗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施打 大概都是三架的疫苗為主 對 三種嘛 對 那因為前幾年其實有一些是 B型流感的重症發生 所以開始有一些廠商 像GSK 它就會引發一些這個 這個四架的疫苗 但是產量不多 像今年幾萬劑 好像只買了一萬五千劑 那今年我們事實上的 這個三架的流感疫苗 買了六百萬劑 那大概還可以涵蓋 我們大概四分之一的人口 雖然沒有達到我們真正 大規模的群體免疫的需要 但是六百萬劑 大概也達到相當好的效果 我們之前 就遇到那種家屬 就是非常的鐵齒 他們第一年呢 就小朋友得了 那得了其實 因為流感的傳染力很強 我們就會希望大家要戴口罩 就跟他說 爸爸媽媽你媽戴口罩很容易傳染 他們說 結果後來那一年呢 就阿公阿嬤爸爸媽媽全家都中了 中了之後真的很不舒服 他們就第一次感覺到說 流感跟一半人感冒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就苦苦薄薄欣 他因為那時候是一月 我們就說 那今年十月流感會公費施打 要記得全家都要帶來打 他們就想說 怎麼可能這麼倒楣 結果第二年呢 就是他有一般小趕媽來看說要打疫苗 他們都不打 後來就十一月的時候 小朋友又抖了 這時候全家都很緊張 就急著要來打疫苗 那也都打了 可是就像中醫師講的 他疫苗產生效果 他需要一段時間 可能要兩週四週 結果那一個年度 結果全家又都中了 那我們就跟他們講說 真的很嚴重 其實你們明年十月就要記得來打 隔年再來十月的時候 我們就跟他們講說 那你們今年要不要打疫苗 他說 我古年有怕 他說去年有打了 今年應該不用打了吧 就像他們說 這打了一年就可以了 結果那一年了 是爸爸又中了 結果那次爸爸就非常的嚴重 因為很快的狀況 就病發肺炎 就很快就傳起來 結果那一次是嚴重到 基督經加護病房 然後有插上那個氣管插管 然後呼吸器 按了好幾天之後 但是還蠻幸運的 就是有就回來 就是後來是有恢復 那那一次之後 就全家都會乖乖來打疫苗間 像我本來去打流感的時候 我的朋友就跟我講 你不要去打流感 我跟你講 真的假的 我就說你哪聽到這件事情 當然我也是有點小緊張 是什麼發生的 受我這種教育的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的 他是有一絲絲絕害怕 說為什麼你會這樣講 他說他的親戚有一對夫妻 本來都是很恩愛的 然後老公就去打流感疫苗 然後因為打了以後 就像剛剛宋醫師講了 打了以後他有一段 那個叫做空窗期 也是會受到感染的 也是會有流感 那他們覺得他們打流感 就不會得流感了 可是他哪知道還是這種流感 他並不了解 這就是流感 然後就身體非常虛弱 然後雙腿就非常軟 然後那幾天 那幾乎那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他們都不能恩愛在一起 所以老婆就跟大家講說 流感疫苗會讓他不止 很多人會因為很多的理由不打 不施打流感疫苗 他本來是要施打的對象 那我們醫院就曾經碰過一個 他是在我們醫院 長期洗腎透析的病人 我們知道透析是優先施打族群 因為他是重大慢性疾病 有一個透析病患來接著是 就高燒咳嗽 然後X光照起來 就是兩側肺的肌肉肺炎 然後流感快篩 果然就是流感 他們覺得很奇怪了 所以你在我們醫院做透析 基本上我們醫院只要開始 我們政府10月份開始施打的時候 這一群是要優先被施打的 基本上如果你不打的話 我們的同仁基本上 會很積極的勸導你去施打流感疫苗 怎麼可能會漏打呢 後來就問問家屬說 他今天為什麼沒有打 家屬講說他去面有打 我們知道有些人打過流感之後 他會有個很短暫的 內流感症狀 他其實因為他要誘發你的免疫力 所以打完之後 他會有個類似流感被感染症狀 但是那個強度和症病感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他會有一點痠痛 甚至有點微燒 他會有內流感症狀 感覺好像感染 所以這個病患呢 他年紀也不是很大 他去年打過之後呢 他也就是內流感症狀 他覺得不舒服 他也聽到大家所謂的群體免疫 當我們的這個族群裡面 六成七成人打了之後 基本上他傳染鏈會被打斷 所以如果大家都打 那他就會被保護了 所以他們群家都打 只有他們打 只有他們沒有打 可是你不要忘記 透析的病患 他不可能是只有生存在他家庭裡面 他可能去坐公車 他可能去市場 他可能坐捷運 接觸外面 而且他要定期來醫院透析 來定期來醫院洗濕 那醫院接受什麼人 那就更難掌握了 所以只有他沒打 那他以為說我全家都打了 那我就可以被保護了 天下沒有白癡的摩擦 只有他沒有打之後 他後來就變成流感重症 被茶館做教育 還好就都回來 我們就曾經有遇到一個孕婦 他這個是第二胎 他最近一進門診 他就跟我們說 醫師我要打疫苗 我們覺得不錯啊 說你怎麼那麼主動 他說其實他是之前 第一胎的時候 就遇過這個狀況 像他第一胎他就是沒有打 結果他又發燒 發燒的時候去掛急診 去做快篩 就真的得了流感 後來因為他燒得很高 也病發肺炎 甚至搞到最後 幾乎都快插管了 而且岳父在發高的時候 你會發覺 小孩子的胎動就會變化 所以說一般家屬也很擔心 除了擔心媽媽媽 又擔心小孩 第一次生產 搞到他幾乎全家人的養麻飯 所以他第二胎 一話不說 懷孕了他馬上就說要打流感疫苗 那這樣有一些 其他的像疫苗 像德國麻疹疫苗 這種也要打 如果你懷孕的時期 得到德國麻疹 小孩子積臺的機會 致肌型的積臺就很高 我先跟宋教授懺悔 我就是那種 不喜歡打流感疫苗的意思 可是我自己打的 都常常很不舒服這樣子 所以我有說 你說不舒服是怎樣 就是會有流感症狀 因為我們是 腸胃科在醫院做腸胃鏡 就需要體力 有時候打完針就很累很虛 最後有時候就偷偷就 醫院調查說 你要不要打都說我不要打 打都說我不要打 結果我有一年就很慘 我過年的時候就得流感 那我那時候我太太剛好懷第二胎 我就把流感傳給我太太 然後我自己沒事 可是我太太就是有點像重症流感 然後她好像是B流 結果後來我們就去醫院快猜 後來就發現她真的B流 我小孩猜不到三個月 那時候我們都快嚇死了 後來我們就被迫要吃客流感 可是當時那時候客流感 醫師會解釋說 還是有非常低的機會可能會 後來我花了非常多的錢 要去做很多各式各樣的檢查 那種什麼糖濕症什麼症 然後23個染色什麼 所有能做的 非常貴 全部都做了這樣子 因為非常怕說這個小朋友 吃了以後有問題 所以說我在這邊再次呼籲大家 一定要聽宋教授的話 一定要聽宋教授的壞掉 很厲害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